現在大家都有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用 那首先您可以看到就是 你們的通檔會縮在裡面 有沒有像這樣縮在裡面對不對 就是 一直請他會在外面可是會縮進去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從這邊 因為我的是WINS 所以跟各位有一點點不一樣 不過原則上是相同 就是有一個叫通知 在那個內容 我記得有一個叫通知 通知通知 這裡 通知區域 這是WINS的 但是 平常的話您在這邊按右鍵他 打開這裡打開之後是不是有一個叫自訂 對不對 就是在那裡 那我這邊把它按一下自訂 好 那預設的呢都是一樣我們看一下 選取要在這裡的圖示 WINS進來是直接是這一個 疑慮 因為我現在是全部顯示了 如果你是 那個WINS的這邊會出現給你選出哪一個 哪一個軟體 那你就選擇你要的那一個 在下面在下面 有沒有看到 就 你把你要的那一個把它打開就好了 把它打開 那這樣他就永遠在外面 這樣會比較方便用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簿 各位平常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簿 啊 唉唷 各位這麼沉默 你每天都在用啊 文字 對不對 文字會經過剪貼簿 好 Copy Ctrl加7 圖片會不會經過剪貼簿 會 按右鍵 複製 還有什麼會經過剪貼簿 檔案啊 對不對 檔案會經過剪貼簿 會 所以你看如果我是來摳檔案的 假設我來 摳一個 這樣好 假設我是 摳 好簡報好了 Copy 好我有做了三個 複製動作 那各位應該知道 就微軟的處理方式 只記得最後一個 他的記憶都是短暫的 點開 你看我剛剛的內容 有沒有一個Copy檔案在裡面 有Copy一張圖片 有沒有Copy一段文字 是不是都在裡面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有需要用到的 可以直接就怎麼樣 打開用 打開用 比如說 像你Office裡面也好了 或是反正其他軟體都一樣 而且我們如果是Copy文字 還有一個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Copy文字有一個最大問題 你如果 直接貼上去 會怎麼樣 是會把 把剛剛這個 所謂的格式 一併帶出來 就帶過來 在這邊 我們如果在這裡 你把它 從這邊 這樣子 你把它複製了之後 這樣我貼進來 格式會過來 你只有一次的機會 從這邊選擇 純文字 對吧 對吧 忘記了 我永遠就說你家的事情 可是呢 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 我們 貼進來的時候很麻煩 就是 你要做 清掉很多格式嘛 那麼以往我們做法都會打開什麼 記事本 在裡面穿湯過濾一下 把那些格式弄掉 然後變純文字了 再複製再貼上 但是 你怎麼那麼多時間呢 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就貼上純文字 有沒有直接就進來了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對吧 那這是第1個 第2個 我剛剛還有複製張圖片喔 我現在這張要 你看我點兩下是不是就進來了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有種情形 剛剛那個網頁已經關掉了 剛剛那個應用程式已經關掉了 你才發現啊 對齁 剛剛那個還要用一次 所以你們都怎麼做 摸個鼻子 對不起對不起 忘記了 是不是就再回去再打開 這樣就 浪費時間嘛 那你看我們這樣放著是不是就很快 你就可以扣來扣去的 那 最重要是重新開機還會在 所以 還有一個情形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萬一這段 這張圖片也好 這個文字也好 你最近可能我在寫報告也好 或者我在做哪 哪一個資訊專案 常常就要做 這幾段文字啊 那你可以叫他怎麼樣 叫他永遠不要自動刪除 什麼意思啊 因為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個 Ditto你看按右鍵 按右鍵 選項 預設 他會幫我們記住 最近的100個 剪貼部應該還夠啦 那你覺得 最多可以記多少 我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1024 但是說的1024你的清單 就很長了啦 所以記性也不要太好 但是至少你長用100個應該還夠啦 應該還夠 當然你有需要你可以從這邊 調整一下 另外是沒有 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剛剛的因為你現在還都沒有做剪貼 如果你發現說你的剪貼裡面那個文字比較小 我現在這個是不是都蠻大顆的 蠻大顆就是我點到之後有沒有都蠻大的 如果你覺得 你的這個剪貼裡面這個比較小 你可以到這邊 有一個叫快速貼上 有沒有叫快速貼上 你點到之後你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字型 在這邊 你把他點一下 預設我記得是8 所以真的有點小 你可以調到12 12就跟我們那個office那個一樣的那個大小 或者你覺得10也夠 因為 以8來講是比較適合英文啦 因為英文通常那個字 就是字母比較多嘛 所以8應該還夠 但是中文就真的 小了一點點 好小了一點 所以你從這邊調整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講的 如果你今天這裡 我要他不要自動三準 因為超過100個就從最早的那個刪掉 你看這裡有沒有快速屬性 永不自動刪除 按下去 有沒有多一個信號了 這樣他就不會刪掉 可是呢 這樣還是有個小缺點喔 因為他會隨著你的什麼 我多 我如果再去 複製別的東西 他會怎麼樣 他往後退 Copy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往後退下 如果你覺得 這個對我來講 最近太重要了 你不能離開我的視線 有沒有 其實你按右鍵 按右鍵 在這裡Click order 有看到了 好 移到最上面 或者是你永遠黏貼在這上面 你們選項會跟我一點點不一樣 有沒有黏貼在最前面 在這裡 有沒有多一個符號 這樣他就永遠不會離開你 好嗎 好玩吧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有沒有比較簡單 真的比較簡單一點 那真的等你的 這個 剪貼簿內容多了 請問 你有沒有想過剪貼簿 我也可以用搜尋 蛤 因為我們剛剛叫他寄100個內 100個你這邊要不要捲來捲去的 眼睛看得不累嗎 要找東西有時候不好找 所以怎麼辦 下面這裡就是可以用搜尋的 這樣了解嗎 剪貼簿也可以真的可以用找的啦 你看我就找一個 這個 好啦最新好了 有沒有發現就出來了 人家很好心的幫你把關鍵字標出來了 誰說剪貼簿不能用搜尋 自己電腦 你家的內 你都沒有給他用而已 對不對 有沒有快很多 對不對 他雖然不是檔案 但是對我們來講 是不是這樣 整個我們不管是做筆記 學習也好 或者是工作上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事實上他有很多功能啦 包括什麼 甚至你還可以用資料夾也可以 比如說我把 有點類似 他可以做資料夾 你看在這裡啊 就是所謂的群組啊 然後你就可以傳送到某一個群組裡面去啊 建立群組 我看一下 群組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建一個群組啊 那就把 比較長有的整理在某一個資料夾 好像類似資料夾概念啊 這樣也可以啊 這樣也可以 但是 至少你如果不要用那麼多 至少用基本的 這些應該就夠了 應該就夠了 那所以 給各位參考一下 好不好 還給你囉